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大家午安 欢迎你们来到台北 我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就是我们如何因应气候变迁 气候怎么变了 我们该怎么办 今天很冷 但是不要怀疑全世界的温度在上升 事实上我今天早上看报纸 去年是最近最热的一年 这120年来你会发现 最热的这十年全部在最近 2003年的夏天是欧洲最热的夏天 那一年的夏天在法国就热死了15000人 所以2030年的夏天 每一个夏天都会像2003年一样 所以未来30年 我相信人还会活在这个地球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我们可能非常不知道的一个世界 在台湾过去每19年会发生一次水灾 现在每两年会发生一次水灾 过去每17年发生一次旱灾 现在每9年会发生一次旱灾 所以未来的世界不是旱灾就是水灾 大概所谓的风调雨顺的日子 大概没有了 这是我们台湾的台风路径图 这20年的台风路径图 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 我们台湾几乎躲不过 过去可能一年会发生三次台风 到了2008年我们一年会发生七次台风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连续三年只有一个台风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predict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这张图呢 我们的莫拉克台风是每2000年才会发生一次 那样一个降雨 贺博台风每1000年才会发生一次 纳利台风400年 向神台风200年 所以你只要相信统计的话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是都发生了 所以这个叫做极端气候 当极端气候变成常态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如何在一个不知的世界里面 做出一个最佳的决策 事实上这是科学家 这也是一个政府官员 最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是台北的淹水 事实上它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包括几年前的New Orleans 现在的Brisbane 所以淹水的状况呢 会一直在发生 这是去年的高雄 一场台风可以把半个高雄市 淹到水里面去 那我们看台湾的统计呢 非常讽刺的是 台湾是一个多雨的缺水国 我们的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分到的水呢 比沙吾地阿拉伯还少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现象 我们台湾这样一个国家 号称国民所的一万九千美金的国家 我们农业用水占到八成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事实上我们合理的农业用水 应该是五成到六成 所以台湾人呢 没有资格谈缺水 我们水浪费得太严重了 台北市人你我 一天用352公升的水 是欧洲人的三倍 所以我们台湾人 应该要觉得非常羞耻 我们的水足迹太高了 为什么 我们的水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水价 我们的水价只比南非 只比Serbia稍微高一点而已 因为水价这么低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incentive 要节约用水 所以我们工厂的水的回收比例 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极度浪费水的国家 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检讨的 这是台湾的地质 台湾的山还在涨高 台湾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地质 山上是破碎的 但是呢 我们台湾人很奇怪 要在那边开一条路 你要在那边开一条路 它不滑下来才怪 所以很多的灾害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台湾是一个地震平凡的地方 事实上根据这个世界银行的统计 台湾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因为我们70%人会碰到三种灾害 90%人会碰到两种灾害 而且呢 一个地震可以让半个台湾的 山上的树木全部不见了 所以20年来就是台风好于土石流 今年的莫拉克的状况比921还要再严重 然后呢 我们自己造成的 这是我们的高山农业 曾经是我们的农业骄傲 我们山上都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茶呢 可以一路种 种到非常高海拔的地方 这张图告诉我们 路开到哪里 山就崩到哪里 所以很多的崩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民宿 风景非常漂亮 但是呢 在台风的时候 它就变成灾民 然后让我们的水库全部淤满了 那一座淤满的水库 不只是说呢 你没有水可以用 更严重的是呢 它当来一场大雨 它万一垮了 那可能就半个都市不见了 那就是一个都市的彻底毁灭 所以当我们讲到说 我们碰到气候变迁 我们要如何来应应它 那我们常常讲叫做国土规划 事实上国土规划不是工程师的事情 它必须要从能源 渔业 农业 林业 观光 休闲旅游 整个社会冲击 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呢 才会有解的 光看水资源管理是没有解的 因为工程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这个都是政治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在尝试地考虑 到底我们的都市 跟自然环境 有没有办法达到平衡 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状况下 事实上有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 这个国家 新加坡 一个跟台北 差不多大小 一个非常高度都市化的地方呢 这是我们一般 我们解决都市的问题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雨水 赶快进到排水沟里面去 然后让水赶快排到海里面去 像去年的高雄 假如这是爱河的话 当潮水高起来 你的水排不到 你在排水沟 你都市就会淹水了 但是你要解决你的都市淹水问题呢 你要怎么办 第一个 你要先做小的系统 小的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制洪池 制洪池呢 可能是公园 可能是绿地 可能是池塘 可能是人工湿地 可能是一个透水的停车场 所以水先进到小系统 小系统进到中系统 中系统进到大系统 所以原来的排水沟长这个样子 它未来呢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第一个解决了淹水问题 然后让我们都市变得更漂亮 但是这件事情讲起来很简单 在做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在政府里面就跨了五六个部门 在领域上就跨了四五个领域 所以integration非常困难 所以这是未来他们的排水沟会长这个样子 事实上这是我帮高雄开的唯一的药方 绝对没有第二个答案 我过去在台北县 我们尝试做一个project 我要把一条凑水沟 变成一条干净的运河 我要让它不淹水 水变干净 环境变好 但是呢这三个局的局长 绝对不会坐在一起开会 所以永远是各搞各的 所以怎么办 这条排水沟 是我们台湾常见的都市的排水沟 半个新装的污水 全部排到这个地方凑得要死 我们要在三年之内 把它变成一条干净的运河 怎么办 其实工程上很简单 我做两个香罕在陆底下 把污水截到污水处理厂 处理完之后再把它放回来 25亿解决了 但是重点呢在哪里 它现在长这个样子 事实上呢三分之一已经完工了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三分之一 花了三年的时间 现在是这个样子 原来是一个非常臭的水 OK 但是呢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你要跨了十几个局 你的水利局 这个环保局 交通局 他们各要各自己方面的工程考量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参加 我们希望把台湾的文化的要件带进来 所以我是这个计划的project manager 我负责什么呢 负责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不是台湾人的文化 这是我们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从来不coordinate 从来不dialogue 然后呢 其实我们不只要做一个project 我们要让半个新庄的民众改变 改变他的价值观 怎么办 我们呢去跟各行各业人的讨论 我光去新庄就一百个小时 跟民众对话 希望听听他说 这是你的家乡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你有好的看法 我把它带进来交给设计师 把它给设计进去 所以是全民对话 全民参与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政府已经结束了 我也离开了 县长也离开了 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它会不会停下来 不会的 因为新庄市民自己站起来了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坊 自己办报纸 所以这就是一个 都市跟着计划 跟着政府 跟着民众 一起成长的一个 非常typical case 然后全部上网 Everything is on website 这个网 是我们政府部门之间 沟通的桥梁 是政府跟民众之间 沟通的桥梁 这个是我们台北县的 污水处理厂 这个是我设计的 这个厂呢 一天可以处理 五千吨的生活污水 同时只花掉一千三百万 是非常少的钱 这个厂一天处理 一万四千吨的生活污水 是全台湾高桥横 最大的汽地 这个厂一天可以处理 两万吨的生活污水 所以我们做了 三百公顷的污水处理厂 增加三百公顷的公园 然后让都市变漂亮 省下九成的工程预算 然后这是附加价值 你不用去抓它 它自己会跑来 这是附加价值 然后这个厂 更奇怪了 表面上是个公园 地底下全部是石头 我们用石头的生物膜 就可以解决掉我的污水 我们这是地底下 地底下是这样子的 我们做一个廊道 可以做demonstration 你走进去是脏水 过去以后就变成干净的水 所以你是可以用一个 非常生态的方法 可以让你的水 变得更漂亮 然后呢 我们跟教育结合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跟着环境一起成长 我们希望我们的污水处理厂 变成小孩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然后呢 这个计划呢 这是台湾的地盘下线区 就是我们吴老师 最关心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台湾有多大呢 1200平方公里 我们一年超抽 60亿吨的地下水 让我们的土地呢 一年以12公分的速度呢 往下沉 然后呢 政府不晓得该怎么办 每次台风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在海平面 底下三公尺 所以荷兰人会照路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台湾人会照海 我们比荷兰人厉害 这张图在屏东 海平面底下三公尺 你可以发现 密密麻麻的沿海都是渔温 然后呢 离开海岸线 五公里的地方 地底下抽出来是咸水 所以台东只能种黑珍珠 因为黑珍珠是唯一的耐盐作物 我们要这样继续搞下去 你我五年后 只能吃黑珍珠过日子 因为土壤全部炎化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在做一些不符合社会成本的事情 但是你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 还有一件事情 我不想吓大家 高铁从这附近过 高铁经过的地方 一年下线八公分 所以假如我们没有任何座位的话呢 高速铁路是一定会断掉的 这绝对不会有任何surprise 那我们尝试要解决问题怎么办 对话 到当地去跟渔民 我个人去四十个小时 说服他说你不能再抽地下水了 但是他问我说 那我要怎么过日子 所以我们就跟他开始对话 帮他找到一条生路 所以呢怎么办 我们说服他把余温租给政府 我把余温变成人工师地兼制洪池 我把这个制洪池的土地挖起来 把这个部落垫高 政府无期贷款给他 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 观光休闲旅游 辅导他们 我们帮他做的制洪池 有五十平方公里那么大 有四分之一台北市那么大 所以现在是全台湾最糟糕的地方 未来有可能变成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未来会长这个样子 事实上只需要花一百六十亿的台币 事实上不是很多的钱 但是这个计划做完了三年 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成 因为在中央跨了五个部十个数 没有人coordinate 所以这个计划我就跟我们院长报告 除非你当project manager 不然这计划没解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不知道 不是没有答案 然后不是没有钱 民众不是不支持 而是我们的政府运作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前面的计划可以成功 因为我是project manager 这个计划不能成功 因为没有一个proper的project manager 所以我今天其实跟各位谈的是 第一个气候变迁 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它也绝对不会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良好的沟通 dialog 我们需要互相的对话 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科学家 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的research要做 比如说未来气候会变得怎么样 不知道 明年会来几颗台风 不知道 海平会不会上升多少 不知道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如何要把二氧化碳减下来 事实上我还有很多的research要做 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家 台湾人不太相信科学家 我们永远相信名嘴 我们都不相信科学家 第二个要有明确的商机 为什么呢 事实上节能减碳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机 你要解决浓于这个地盘下线问题 你先解决渔民的吃饭问题 所以你要有商机 你要promote节约用水 事实上你要有节水的产业出来 所以要有商机 第三个要有明确的政策 现在我们政策是不明确的 为什么呢 明明在地盘下线 我们的农委会继续要让渔民去抽地下水 明明我们的水制约很缺 但是我们的水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我们的节约用水永远在道德圈缩 所以我们的政策是非常不明确的 部跟部之间的正确呢 政策是相互矛盾的 所以要有明确的政策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要让公民参与 我们过去习惯上 我们的决策是从上而下 所以工程师画了图 然后就这个工程车就开过去 怪手开车就开始拆房子了 结果就开始拉白布条 开始抗争 所有工程整个停摆 所以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就把民众集在一起 大家好好谈一谈 我可能也许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说服大家 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呢 我宁可前面多花半年 我不愿意在后面呢 增加一些很多的社会成本 所以全民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呢 跟各位讲的是 气候变迁我们要怎么做 事实上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现在问题是初淡 我们的价值观是严重的扭曲 所以我刚刚各位谈的都是启发性的个案 这个启发性的个案呢 有几个共同点呢 第一个 它都是跨了好几个部会 第二个 它都跨了好几个专业 所以它是跨部会 跨专业的 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透过这个启发性的个案 告诉我们呢 我们需要一个叫做什么 伙伴政府 partnership 部跟部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伙伴关系 政府跟民众的伙伴关系 所以是用一个伙伴关系的概念 来做这样一个运作 假如呢 有这样一个伙伴关系呢 我们就会有我们的所谓的公民 citizenship 台湾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呢 我们只有国民没有公民 我们的政策从来不辩论 我们永远是对立的 永远都用一个心思在想 别人在想什么事情 所以假如这样一个观念不改的话呢 其实呢 我们是永远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假如这些问题解决以后呢 我们就会选出我们的对的人 来领导这个国家 选出对的人来制定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今天呢 跟各位谈的呢 都不是好消息 告诉各位这个地球要变了 这个明年可能会有大旱 或是会有大水 但是呢 也跟各位讲说呢 我们不是没有办法 在世界上 有很多的成功的案例 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假如我们呢 不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 不改变我们的政府的运作方式呢 其实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所有东西的关键都在谁呢 都在各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选出来的 他们的政策要是做得不好 我们不满意他们的领导 是谁出问题 是我们自己出问题 所以从个人的改变做起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讲 这个千里之行死于足下 我们只要愿意跨出第一步 从我们自己做改革 从我们的自己价值观做改革 从对话做改革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话 我们互相对话 今天难得有机会在一起 把今天所想的东西 大家来做对话 我相信我们这样一起努力 有一天我们是有机会 继续活在这地球 而且可以活得非常快乐 非常的永续 谢谢各位